今天这个天一阵一阵的,这会没太阳,大家我是老田,有朋友评论说你们家怎么天天吃饭,很少吃面的,因为我儿子不太爱吃面,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煮饭,今天我儿子去我妈那边吃饭了,我们煮个面吃,简单一些两个人,在来买点瘦菜,西兰花搞一颗吧,弄个这个小南瓜,这个很嫩的,雪菜, 这个放冰箱里,不放冰箱里,容易坏了,刷一点吧,这个翠绿翠绿的,很漂亮,绍兴的特色,这个雪菜啊,洗都不用洗了,这个菜,少一点啊,少一点,煮面吃嘛,煮面吃,嗯,拿个大汤头吧,这个差不多,两碗面,就拿几个这个吧,三个差不多的, 10块钱,可以点点肉丝,回家做肉丝面,再少一点,哎,可以,现在瘦了多少平均啊,差不多,一块四毛,好,再来买个面,三块钱左右,菜买好了,这会儿太阳又出来了,今天回去我们做一个食酥面, 然后再拌一个这个西兰花,我老婆说这个拌的凉菜挺好吃的,虾条啊,我们先把这个西兰花给它处理一下,用刀呢,给它切成小块,切好以后呢,我们加点水,要给它泡一下,加两勺盐,搅弄一下,大概泡个十分钟左右就行了,再把这个南瓜,小米椒,还有这个白菇,给它冲洗一下,面和凉拌菜里用的材料呢,为了这道一样,凉拌菜就是西兰花,我已经泡好了,切好了,然后就是, 这个木耳,个头稍微一点大,如果嫌大的话可以撕小一点,再加一个这个胡萝卜,就是增加它的颜色,口感也更好一点,面里面就是南瓜,白蘑菇,肉,切成肉丝,咸菜,加面就可以了,凉拌吧,这个胡萝卜再切一片就可以了,切成这个马蹄形,好看一些,锅里烧点开水,加点盐,加点色拉油,木耳,西兰花,还有这个胡萝卜,全部下开水里面,给它焯一下,准备两个西兰花,加点盐,加点色拉油,木耳,西兰花,还有这个胡萝卜,全部下开水里面,给它焯一下,准备两个西� 小红椒,给它切成碎末,蒜纸给它拍一下,然后剁成碎末,准备一盆凉水,这个食材啊,千万不能给它焯过头了,就是焯出断生就可以了,大家如果没办法分辨的,直接拎一个出来尝一下,断生就行,断生以后呢,我们把它捞出来,放到这个凉水里面,过一下凉水,把这个小南瓜,我们给它切一下,小南瓜先给它切成薄片,这个南瓜呢,它是有囊的, 我们得围着它这个四周切,今天我们就两碗面,再翻到对面来切一下,就这样,大家看,切到这个囊的手,然后再顺着两边切,这边再切,这边再切,这样一个四方形囊就切掉了,这里就这么多就够了我们,全部给它切成细丝,蘑菇给它切成薄片,这个肉呢,给它切成片,再切成丝,大家如果觉得这样不太好切,就给它动一下以后再切,这样切出来的丝呢,更均匀, 自己切的这个呢,均匀,它搅的那个,不太好,大小不一,而且还有好多都缠在一起,锅里油呢,先加一点这个葱姜,葱姜差不多炸干,炸出香味,放点花椒籽,差不多了,出香味就行了,花椒籽再炸它就浮掉了,前面切好了小米辣和蒜泥,用这个油给它淋了,生抽多加一点,今天食材多,处来一些,盐,糖来两勺, 搅拌均匀,这个料汁呢,就算调好了,料直接浇在这个食材上面,给它拌均匀,闻得还挺香的,我尝一尝,一卷,家里有那个熟芝麻,还可以放一点熟芝麻在里面,你别看这两个小米辣放里面,油鸡酱还挺有辣味的,锅里加点猪油,好像少来一点菜油, 先下肉汁,给它肉汁划散,肉汁划到这个变颜色,把素菜呢,全部给它放进去 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们放的油有点多,这个咸菜呀,它是最吸油的,这个它有点少了呢 可以给它搁一点黄酒,给它加开水,放点盐,咸菜有咸味的,放一勺多就可以,可以少放点糖,综合一下它的味道,放一点胡椒粉,我们再准备一口锅,烧点开水,先把这面要给它烫一下,这个是最软的一种,烫好了以后呢,再咬到这边,烫一下就像大于焯一下水一样的,不是给它烫熟的, 就像大于在清水里过一下,再在这个烧好的汤汁里面煮一下,要不然它呢,直接在里面煮,不搭搭搭的,因为表面全是那个面粉吧,差不多了,再开一开我们就做,面里面这个咸菜,是灵魂,两边给它分均匀了,太烫了,让点花生米,喝酒, 加凉拌菜,刚刚应该分在这个里面的,少放一点,多的吃不掉,怎么样,面,可以,我盐放的不多,我怕那个咸了,这有咸菜啊? 这个汤感它本来就多,如果你再咸的话,汤都喝不下去, 这西郎花我以为你炒的那凉拌的,凉拌的,你不是喜欢吃凉拌菜的吗? 西郎花挺好吃的,听到没有,吃着里面咸咸咸咸脆, 咸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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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汤里的精度 这汤的颜色都好看啊 这里面放那个细无露 谱子 都可以的啊 反正都给它切成丝 咱咸菜必不可少的 咸菜是这个 面的灵魂 这个汤咸 可能是放在猪油 也有关系的 再蒸一会儿 这个面 我们自己家里做 这杯大碗吃掉 在外面做 吃不掉 不是说人家外面做的不好吃 就是觉得家里做的这个更可口一点 你自己烧这里面那个 配菜桌 嗯 都汤了 刚说的也太汤了 家里看见没有 全都汤 家里的空调都打 打在这里吃的一身都很快 来 它就给你干掉 这汤好喝 自己烧这个汤清淡浓 嗯 来看 你看 都还留 这个热辣都太多了 这个热辣 你知道爱吃这个吗 我老婆比较爱吃这个木啊 就是 做面 南北都有差一点 北方呢喜欢放点辣椒 红红的 或者拌面 我们就是 喜欢清淡一点的这个糖面啊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支持 姿 婉